这是我们有爱店家 这是我们陈老板曾经在海外流水 都遇到很多不方便 然后现在要来回馈家乡 然后自己的能力 然后我们除了有爱心服务里外 老板也使用一个移动式的 移动式的鞋扣板 让我们的一族可以方便的上下 为了打造无障碍环境和友善的服务 市长谢果良大力推动有爱店家 日前市长谢果良也要请立委科之恩 一起拜访友爱店家 了解友爱店家的特色 包括在人四路的巨要科技 跟人五路的文明眼镜行 还有爱三路98项内的习惯这家咖啡 然后我们就会出来帮他开门之后 就会帮他安装这个行李 然后他们这样子他们做的转意 然后他就可以折上来 咖啡店老板说 透过市府的奖励补助成为友爱店家 借此打造了店内无障碍空间设施 更贴心推出了语音菜单 来便利市长朋友点餐 有遇到我们的朋友 那是仪惠姐 那他叫我加入这个友爱店家 我就觉得我就直接跟他说好 对 完全觉得不错 加入完的时候会觉得说 因为他会帮我们新增这些 我觉得比较对于身心障碍 那些不方便的地方 他都会做改善 我们从门口有做案服务礼 那我们会出来接待他们 然后会有做 还有门口的斜坡板 那这部分也是让他们可以方便进来 方便坐轮椅的人进来 那到位置区的时候 我们菜单也有做语音菜单 让一些看不到的 他们可以用听的 对 然后也有很多种语言 对 然后有六种语言这样子 然后还有新增厕所的一些服务 那厕所也有新增一些紧急服务领 然后他们有遇到事情都可以按 这样子 他们等到他们有些声音障碍来的话 他们都觉得 会觉得用餐环境会觉得不错 因为毕竟他们都还是要出来吃饭 那有些店家都有 可以加入这个有爱店家 我都觉得很不错 他们的设施啊 就是真的很为身心 尤其是肢体照爱的朋友 还有我们市长朋友 要去上厕所啊 那种空间还有就是 服务的品质都非常好 另外也加入有爱店家的 文明眼镜行老板说 透过市府推动的培训课程 也学到许多服务伸障朋友的技巧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他有去上课 叫我们要怎么 比如说要试障的朋友 或听障的朋友 我们要去怎么引导他们 他们都有跟我们交代 转慢 然后在那个是试 那一个慢再一个进 就是说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转一个方式 来帮忙一些听障的朋友 那如果他真的没办法 我们用写的 那比较那个用慢一点的方式 然后用那个用势力 势力来那个 那用慢一点 那再找到比较安静的地方 来帮助他们这样 参与的店家老板都相当肯定 市政府社会处 推动的有爱店家计划 透过公司协力 一起来打造基隆的无障碍空间 便利伸障朋友之外 更鼓励他们外出走走 开拓生活圈 市府也欢迎市民朋友 多来消费 一起来支持有爱店家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